大家好,现在我来到了第六届山西文博会的现场 这里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展览和飞鱼体验项目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师傅您好,您这是做什么呢? 我这是新校布版年画 我可以体验一下吗? 可以,可以体验一下 咱现在展示的这块板是线板 木板年画最主要的东西 现在就是印刷,印刷墨线 印刷墨线它主要的技巧就是把墨给它刷匀 刷匀它也有技巧 你比如说像这个刷墨,你看 站上墨以后要这个打圈 打圈 打圈的时候它手腕抖 它不是胳膊 手腕抖,所有凸出来的刷匀 刷匀它就决定你的印的效果 好,那我试一下 你试一下 再刷一点点 然后打圈 这样子行吗? 所有凸出来的线条都给它刷到 这个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 下一步是拿纸 拿纸 这红纸的面朝下 这样 这样的 一次向方向 一次向方向 好,放下以后拿躺着 从中间先上 先上 后下 对,好,可以,这可以使劲 烫平压实 线条都出来,放入压实 好,可以了 可以了 从这接 把它接起来 这是我们体验你 这是最简单的一道工序 那您看我这个做的怎么样 还行,还好 可以 能拿几分 可以 90分 没问题 这么高的评价 可以,没问题 我们看一下郭老师做的这个 刷墨 虽然这个板质一样的 但是我们出来的效果没有一模一样的 好的 谢谢郭老师 好,不客气 老师您好 请问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我们在做一方 江州成尼宴 江州成尼宴有什么特点吗 江州成尼宴 它是和端宴、舍宴、陶宴 定称为中国的斯丹明宴 它也是斯丹明宴中 唯一一款需要用泥去烧制的宴台 它的制作工艺可以追溯至秦汉 你像我现在叼的是一片叶子 不能只做一个单板的 放在那看着就不生动的感觉 你把它得做的生动了 就像是叶子 它有一个卷区 然后它有一个弧度 这都是要做出来的 然后你在叼的时候 你脑子里必须要有一个 一片叶子的一个形状 就是我做出来 它应该是怎样的 你看我把大型叼出来以后 它是一片叶子 然后卷了一下 然后你看它有一个弧度 所以它里头的燕麦 它也是跟着这个叶子的形状来走的 不是说直到一条线 你如果把叶子修成这样的 它就没有美感 你可以试一下 你先在这个拨面上去刮一下 因为它有一些不平的地方 你去把它刮平也可以 其实雕刻是一个日记月累的一个过程 事实证明这个对于我来说真的太难了 是要一直练的 而且在做的时候 你要心里有一个概念 这个叶子的它的脉络是 它是这样走的 然后你的脉络 你不能说是画成直的 它就不好看 还可以不错 还可以啊 不错 那我再给它画两个这个叶子 从这边来一个幅度 劲儿有点深了 掌握不好力度 怎么样老师评价一下 可以的相当好 相当好 学得很快 刚才我体验了 新疆木板年画和江州成宁院的制作 其实在第六届山西文博会的现场 还有刺绣 面素 古建筑模型等 具有山西地方特色的飞移项目展示 以及数字博物馆 数字导游等文旅新体验等着大家 期待大家能来到现场一一解锁